对于王力宏的形象一直都是很正能量 想不到随着前妻李靖蕾 爆出起多年的冷暴力对待后 不少的歌迷都表示自己看错了偶像 王力宏也因为俊朗的外表 所以出道多年以来 一直受到不少广告商的欢迎 大言品牌多不胜数 可没想到随着毁灭式的发文 令他一夜之间优质形象全毁 一时间迎面而来的 都是解约潮 与他合作的多个厂商 纷纷出声明宣布终止合作 这也算是企业家的及时止损了 英菲尼迪也算是多个品牌商里最惨的了 16号下午 英菲尼迪中国在官博 宣布王力宏是品牌的代言人 而且还在现场弹跳经典歌曲《唯一》 令不少在场人民听出耳鱼 而网上观看直播量更是超过了1700万 人气相当强劲 可没想到在短短的35个小时之后 该品牌商就与他切割了 如果按照现实 痛失的代言来看 损失的金额超过了上千万人民币 不说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 原来王力宏的感情史居然那么的丰富 传出的绯闻女友也都是大牌艺人 甚至还传出了难难念 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整件事情是怎样的 第一位就是白小姐 王力宏的前女友白小姐 她是力宏在大学时高一届的学姐 当时王力宏在台湾已经发片 两人谈了五年的远距离恋爱 第二位张慧妹 当时在演唱会台上 力宏对着阿妹说 好久不见 有十年不成同台了 阿妹更主动上前拥抱王力宏 台下的粉丝还怂恿两人 亲一下 最后王力宏准备离场时 阿妹开口打印台下歌迷要求 两人借位亲吻 结束后的王力宏还搞笑地露出一点满足的表情 两人的恋情正式开始了 第三位苏琪 2006年王力宏邀请苏琪扮演自己歌曲里MV的女主角 之后两人传出绯闻 这段恋情分分合合 总共持续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第四位萧亚轩 当时萧亚轩便大方承认王力宏是心仪的对象 我和她合作了20分钟就喜欢上了她 不过两人都曾传出同性恋 当时有台湾媒体揣测 两人的绯闻已是为摆脱同性恋绯闻所制造的烟雾弹 第五名李文 李文是王力宏的学姐 在某次的节目配对游戏中 李文选择了王力宏 并解释称王力宏能给我安全感 第六位汤伟 当时汤伟爆红 王力宏对汤伟大献殷勤 两人不时眉来眼去 她还当众破百说 我在戏里戏外对汤伟都有爱情的感觉 但可惜 这对金童玉女 因为王力宏的同性恋风波 两人的绯闻戛然而止 第七位 林小军 林小军与王力宏爆出绯闻后 惹来一身心 遭自称红迷的网友谩骂臭婊子 所以林小军气愤在微薄澄清 从未交往过 彻底切断了与王力宏的绯闻关系 不过 除了大咖女星外 王力宏也曾与大陆知名钢琴家李云迪 传出同性恋情 事实上两人 曾是圈内著名的好自己 随着李云迪 当时在十月下旬 爆出嫖娼 遭大一捕后 这段绯闻才终于被网友 揶揄 总算还了王力宏一个清白 所以李静雷的一片长文 彻底的颠覆 人们对王力宏的认知 这个男人和表面上看起来 完全不一样 当时随着事情的发酵后 王力宏 马不停蹄的回到了台湾 这一切又是在筹备什么呢 杰哥会关注事情的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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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